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分析物業管理股,有兩大重點要關心 除了之前介紹過的物業管理樓面面積之外 還有的就是拓展增值服務 我們先看看增值服務的毛利率 就會立即明白它的重要性 以龍頭股碧桂園服務為例 2019年年中,它的社區增值服務毛利率超過六成 比起物業管理服務的三成半高很多 增值服務包羅萬有 除了一般的保安服務、會所管理服務之外 還有家政、代收速遞、管家服務、物業銷售代理 驗樓、生活團購等等 不過,雖然增值服務利潤高 但始終都是物業管理股近年新開發的業務 短期收入佔比未必太多 以碧桂園服務為例 2019年中,增值服務只是佔總收入的四分之一 總結而言 分析物業管理股 除了留意主業 即是物業管理樓面面積的增長之外 增值服務是高利潤的業務 可以視為長遠增長的亮點 兩者兼備就是優質的物業管理股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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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t